一庭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哇 你看今天這個整桌都是魚耶 果然是年年有餘 這個魚 我好像常聽你們營養就講說 吃魚其實是很健康的 但到底它健康在哪裡 還有就是說有什麼建議的烹調的方法 可以吃起來更健康嗎 喜歡吃魚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像日本人也吃非常多魚 是全世界平均壽命最長的國家 尾唇你可以猜猜看桌上這些魚料理 哪幾個是比較安全的呢 我想應該是像這種水煮的蒸的 看起來沒什麼顏色也沒什麼味道 那時候比較健康吧 沒錯 水煮或清蒸 因為烹調的方式溫度比較低 比較不會破壞魚本身的營養 可以保留最完整的營養成分 裡面的魚油也不會受到破壞 另外如果說像是用滷的這種濕木魚肚 也是低溫的烹調方式 也可以保留到好的油脂 而且攝取到優良的蛋白質喔 那我們偷問一下 我是蠻喜歡吃糖醋魚的 所以糖醋這種烹調方式怎麼樣 糖醋的話應該是重口味的烹調方式 而且魚會裹粉油炸 如果魚不新鮮其實吃不太出來 另外因為烹調方式也會讓熱量大大的增加 如果你是吃糖醋魚或者是清蒸魚比較的話 一摻下來就會差到350大卡的熱量呢 哇 只光換成糖醋就多350大卡 沒錯 蠻誇張的耶 好吧 那另外一種比較好吃的 用煎的 煎魚這種的 在煎魚的過程中剛剛是講 蒸或煮它的烹調方式溫度比較低 但煎或油炸因為溫度比較高 容易讓魚油產生變性 那如果煎焦了 會讓油脂或者是蛋白質 產生一些自由基或是致癌物 那這時候就會影響我們的身體健康 那最好的方式就還是一樣 我們用低溫的烹調方式會比較好喔 那營養師就是聽你剛剛提到好幾次 關於這個魚油 所以這個成分應該是 魚裡面滿健康的一個成分 但是它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魚油是屬於Omega-3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對我們身體的好處非常的多 像是降低膽固醇 抗發炎 保護眼睛 還有保護腦部等等 那像小朋友如果吃對好魚的話 是可以讓注意力以及精神力更好 那大人如果吃對好油 可以幫助我們穩定情緒 抗壓力增加 所以呢 其實吃魚的話 可以讓我們在排桌上 耳湊慕名更容易贏錢呢 聽起來應該是太棒了 好 那我們開吃囉 我今天把這些魚全部吃完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剛剛都有說吃對好魚耶 吃對好魚 所以說還有壞的魚 除了剛剛的烹調方式之外 我們在買魚的時候 也要找一些幸運良好的商家 並且可以看他們有沒有 額外做一些添加物的檢測 非常殘忍讓我們吃魚吃得更安心喔 那除了看這些標章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挑選魚的小技巧 在挑選魚的時候我們要記得 要看 要摸 要聞 看 要看魚的眼睛是不是清澈明亮 另外呢 魚皮要有光澤 要鮮豔 魚塞要完整 那第二呢 要摸 摸摸看魚的塞如果把它打開的話 是不是可以蓋回原處 魚肉是不是結實有彈性 魚鱗是不是緊附在皮膚上 第三 要聞聞看 聞起來應該是淡淡的海藻味 而不是藥水味或者是腐敗味喔 真的謝謝營養其實今天的分享 最後呢 跟大家說一句 Coffee陪你健康過好年 大吃大喝不怕肥